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等于说你进到身体的元素里面 我们说身体有四种元素 也有说是五种元素 涂水火封空 你融入到空元素里 然后你就感觉整个状态非常的空灵 气息微弱 但是你这个色音还没有完全破掉 如果你把这个色音破掉 你就进入出禅 学生 这两天打坐的时候 这手就随便这么割住 坐一会就感觉没有手指头的界限了 感觉模糊成一大团了 然后要割别的地方也是 一会就模糊了 但是特别希望他能把腿给模糊掉 就觉得手然后完全没有界限的感觉是一大团 但是腿还始终在 不知道这种是不是正常 就是你正常呼吸到一定程度 它就这样是吗 对 慢慢的其实我们就从肉身时 再进入到一个色音的状态 或者说我们进到四维能量形态 但是你这个腿还没有完全进入 还没有空掉 如果你整个身体空掉的话 就进入这个能量层面 学生 空掉是你完全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是吧 空掉就是说 比如说你刚坐的时候 你感觉你是有个身体在这里 在这里打坐 但是你空掉以后 虽然你在打坐 但是你感觉不到有个身体实在 你身体的边界和周围是没有界限的 就跟周围的场完全融入了 感觉你的身体完全消失了 这时候你是一个能量的形态 假如你还感觉有个腿在这里 还有身子在这里 就没有消失 你达到一个很深的静止 感觉我坐住的时候没有身体 身体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这就表示你空掉了 Youtchik 我们不启动能量的时候 坐得很静的时候 我们也会感觉到身体消失 但是这种情况下 它是属于阴的状态 比如说深夜时候 我们打坐的话 你感觉到身体很容易消失 因为和晚上的阴磁场较易融合 但它属于阴 它不属于阳 阳的状态就是说你感觉是有能量的 有光的 同时你又感觉到光又会把你身体的边界完全扩展 没有一个身体 没有边界感 只有光 它属于阳的状态 最终我们需要一个阳的状态来掉和这个阴的状态 让阴阳都能够融合起来 才会进入一个微妙的禅定 如果你只是有个阴的状态是不够的 缺少一部分不完整 学生 你说出禅呼吸全部停止 就只剩胎息吗 Youtchik 基本上有点止息的感觉 脸内呼吸也停了 你感觉没有呼吸了 不需要呼吸这种感觉 但腹部还有些吸动 那呼吸是在调动我们的能量循环 吸收足了 以后就会停下来 停下以后我们就要接近定的状态 学生 刚才最后十分钟的时候 就内呼吸停了 然后挺累的就靠在这休息 就感觉腹部好像会有个开关 就开始呼吸 但很微弱 Youtchik 如果你身体能量足以后 它就上面止息下面胎息 最后胎息也会弱有如无 学生 到最后是下面都会不动了吗 那怎么可能呢 Youtchik 你没有体验过 你是很难相信的 你体验过心脏 耐搏停止跳动的感觉吗 你觉得我心脏不跳动 肯定死了 其实不然 你心脏不跳动了 你一时还在 但是你的一时知觉 完全超越这个身体 我们达到三摩地以后 身体的机能活动几乎全部停止 就像个死人一样 但是这个死人 它是活生生的死人 什么叫活生生的死人 外在好像是死了 但是内在是生机勃发的 就像你的大脑一时进入冬眠一样 比如说你进入止的状态 你就有点像进入到冬眠 就快睡住了 但突然有一刻 你就感觉到那种生机开始勃发 不断地生长涌动出来 虚空中能量开始生长 因急而扬升 这就是活生生的死亡 就要达到这种境界 在活着的时候死去 开悟的大师经常这样说 但他说死去 不是说你的生命死去 是让你的头脑 还有你身体机能这种状态 进入一个完全的 类似于死亡的那种境界 这时候内在那个永生的东西 才会出来 因为是你自己把永生的东西障碍住 你消失了 它就出来了 你不消失 它就出不来 学生 您帮我做完能量疗愈之后 然后我就觉得心轮它开始有点小小的转 但是之前转的时候 我心口这块还没什么感觉 现在转的时候 反而觉得我心口那块有一个地方 好像特毒 好像特别需要有什么力量把它撑开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刺痛 要check 这是好事情 这说明你原来一直堵 但是你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把你这个心轮启动了 它就要开始吸能量 它吸能量的作用就是要清理那些堵塞的地方 学生 然后我练功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大吼一声 但是我就忍住了 就好像那个地方特别堵 要check 可能心里面有一点压抑的情感 愤怒情绪 你就让它顺其自然就好 看会发生什么 学生 您帮我做完能量之后 这两天静坐的时候 又会发生那重转头顶 胸口应该是心轮 还有腹部 肚脐那块有一个轮 觉得这三个轮它反正都不大 好像最大的是头上 但是好像是合在一起的 有的时候 要仔细地分别 才能分别它们三十三个 如果不分别的话 它们好像是在一起的 做的时候 静坐的时候一开始 它们就到处乱撞 又还有上下的 还是左右的 就觉得好辛苦 但是过一会 就全都很安静下来了 从头顶上 就会产生一种力量 力量 好像把全身都控制住 把我控制住之后 就会不断地从头顶上下来 电波 毛孔不断地有 那种出电的松麻感 毛孔会觉得特别舒服 每一个毛孔 都很开心的那种感觉 好像是要控制住 Youtchick 很好 让它自动发生 出现这种现象 就是说 能量体开始启动了 能量体煤 有启动频率过低 就没有办法走向觉醒 学生 不用刻意地去观想 它要怎么转吧 Youtchick 让它自然发生就好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 保持心态的稳定 慢慢地就会把你这些脉轮 全部启动 我们要启动脉轮 首先我们要对能量有感知 要对能量有感知 首先我们的身心要平衡 要清理掉那些不平衡的 稠密能量 当我们把身体的稠密能量 清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才会对这些 精微能量有感觉 当对精微能量有感觉的时候 这时候如果我给你们做一些能量疗愈 做一些加持 它就会启动 之后脉轮加速运转 现在是觉醒的好时机 你们自己要把握好 如果真的想觉醒 就必须要认真 如果三心两意 什么都想要 这就很难 当能量越来越高以后 我们就可以跟五维能量接上 我们就会很快达到一个觉醒的状态 学生 什么人会通过昆达里尼觉醒 什么人会通过心轮觉醒 Youtchik 不同人有不同的觉醒方式 所以没有人是完全重复的 学生 像土元素比较重 比较接地气的人 是不是就容易通过昆达里尼觉醒 像我水元素比较多 就是情感比较丰沛 Youtchik 水元素的话 其实它的感受力更强 还有就是火元素 火元素也比较容易唤醒昆达里尼 学生 我五行的元素和星盘的元素很不一样 我五行就是火多 但我星盘就没有火 那我算火元素重吗 五行我就缺俩元素 但我火很旺 我也容易上火 Youtchik 这是身体层面的 跟能量层面不太一样 这些东西都可以吊合 因为我们关注这个昆达里尼 主要是跟天生仪器有关系 跟我们的五行梅有太大关系 因为天生仪器画阴阳 阴阳画五行 我们是从阴阳开始修的 不是从五行开始修 但如果你阴阳掉好 你的五行也会慢慢地吊合好 你到时候什么都不缺 你的命会改掉 什么都有都会具备 通过阴阳阶和然后 达到天生仪器 达到一的状态 就超越了二元性 这就是修行的程序 从二元阴阳开始 五行我们不用管 学生 今天感觉到很明亮 非常明亮 有时候很暗的时候 学会掉节奏了 再暗的时候就等 慢慢地等 等到一会就会很明亮 Youtchik 我关心的是你的心有没有发亮 学生 到处都发亮了 还看到特别蓝的颜色 被一层黑颜色包裹住 等很久那个包裹就没有了 还有一个感觉到的是 左边就暗 右边就很明亮 后来腿疼 就感觉在抖 就把它放平了 放平以后 就把这个腿放松 然后 这个抖 就传到上面来了 你就一直传到头顶上 先是在晃动 后来嗓子在晃动 最后这个头就一直在晃动 感觉好像有点 跟外面连起来的感觉 最后 还有一个感觉 现在左边亮 或者右边不亮 后来有一会儿 感觉中间有一个很亮的 中间有一个比较细细的 连到很远 比较明亮 我都不想出来了 还有一种清理的感觉 那个亮光上去了 结果慢慢往下走 往下走的时候 我就会感到一会儿 这边好像又黑 又等一会儿 它自动就会把它清理干净 过一会又往哪边 走我也不知道 就觉得又黑了 它会反正 不是转就是抖 或者什么 又把它清理掉 还非常感动 在想是不是老师 你在上面引导我 我在想它怎么会 自己再找各个方向突破 然后我的膀子 就自己会转动 好像让它再疏散 我刚刚看云 好像立体了 好像要走到 眼睛里面来一样的 我一下子 把你们都忘记了 Yachik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能量很重要 越高频能量 它就越有一种智能 它会主动帮你清理 你要做的工作 就是配合它 尽量地空出来 空得越多越好 甚至有一些 你感觉好像有什么目的 在帮你做工作 其实这个就是高我的能量 在帮助你做工作 学生 下午有个体验 就是心轮做完疗愈之后 心轮感觉都比较强 心轮感觉到了 我上次做疗愈的那种通透 还有轻盈 让我感受到了 之后就哭了 然后就有点理解 为什么他们疗愈之后哭了 就觉得其实这几天 其实还是会有不开心的情绪 然后觉得心就一直很平静 那种我在的感觉 就会一直陪着我 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说感受不到爱 然后你说 找到心就能找到爱 觉得我以前感受到的心 都是一种假心 背情蓄体包裹住的心 学生就觉得以前我的心 很容易受伤害 然后很脆弱 现在觉得我的心 可以当我的台甲 就那样的感觉 很好 进步也很大 先要找到你的心 其他东西都好办 没有找到你的心的话 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修行 学生 那么我怎么知道自己 有没有找到心 Yachek 就像他一样 会哭 会感动 会觉得突然明白了 过去那个心 不是真心 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对比 就感觉过去的心 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心 要有这种心理上的对比 只要你还在怀疑的话 那说明还不是 你会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感受 原来那个非常明亮的 非常柔软的 非常有力量的 这个才是我的心 那种活在情绪当中的 根本不是我的心 只是一种情绪 暂时的一种情绪 心它是一种很恒定的状态 它不是一种起伏的状态 就像海洋 它的表面是有起伏 有风浪 但是在海洋底下 它永远都是非常恒定的 非常平静的 非常深邃 非常有力量的光明 而且它是无限的 它不是一个小小的心窝 它是无限扩展的 当我们不断去发展新的力量 你会发现它越来越空旷 越来越往外扩展 越来越像晴空 你感觉你是像一个光源一样 不断在照耀你的世界 感觉跟所有的心都可以连接在一起 这就是真心 学生 之前就是来学的时候 老师教过我们关心性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关心性 好像特别吃力 要费很大的力气 然后这次你帮我做完能量疗愈之后 有一天我就在打坐的时候 也没有关心性 那个时候好像身体有点变得很轻 然后有一瞬间突然觉得心口那里 好像出现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大平台 很大 好像那种很宽广 一眼望不到尽头的一种平台 然后就突然有一种感觉 原来有一个就是老师说的虚心师傅 原来那个心它是虚的 就说那块是虚空的 很虚的 但是我打完坐就又变实在了 就又没有那种虚的感觉了 就出现过一次 Youtchik 这也是一种体验 是一种境界 我们进入禅定的话 也可以体验到这种心的本来那种空性 其实我们心本来就是一种空性 不是实体的 就因为它是空性 所以它才能够无限 才能无形 所以佛陀问阿南心在哪里 阿南给了他七个答案 他都否定掉 心是没有位置的 没有上下左右东南西北 因为它是超越物质的 在无形的世界里 它怎么可能会有个中心呢 它没有中心的 所以把这些新鲜否定掉 就等于把我们对心的觉知 那种感受全部都否定掉 我们在打坐里面体验心 还不是真心 但是它是一个境界 那个境界就好像说 月亮它投影在水里面 你看到的是一个投影 月亮的投影 跟天上投影 它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 就是它是会波动 会消失的 比如说水面起了波纹 起了波浪 月亮就不成形了 但是真的月亮 永远都是不变的 所以当你找到真心 你发现 不管你是打坐也好 不打坐也好 它永远都是这样 它永远都是如如不动的 永远都是发光的 发暖的 所以你找到这个心 你就找到回家的感觉了 原来那个心 都是一种无常变异 都是一种随姻缘变化 而生起来的暂时感受 一种情绪 不是真心 真心是像月亮一样的 不会变化 它永远都这样 本影片到此结束 感谢阅读 祝福早日登出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